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旺角花去 各式各样的花束迎接各个24校子女和丈夫 大部分都是经典迎接的康乃馨和玫瑰 晚餐节快乐 这班小朋友就一起买花 祝她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我今晚会帮她按摩和买花给她 和对她好些 这位男士就买散妆鲜花 为太太自己花心思 制作独一无二的花束 太太喜欢花的 所以花就比较特别 老婆喜欢太阳花 有没有选对 有 买了 回去装饰卖就可以送了 收到花又收到卡 当然要记录这个时刻 有花店说 今年生训日要教去年多三至四成 不少的顾客更加愿意花钱 人们很热烈 入到来 其实他们都很热估 我一买就要买几束 因为很多男士 就除了送给太太 又会送给自己妈妈 又会送给岳母 所以男士一进来就一开心 除了送花 当然不少和妈妈撑台去慶祝 感谢快乐 收到很多东西 晴安包、花、饮茶、吃晚饭 很开心 很多个孙 看到孙子就很开心 不用吃饭都很开心 宅留负责人说 总共事生意和去年差不多 但是晚市订坐就明显感少 我预期应该有一半 但是现在结果是三分一 是比预期低的 北上或者刚刚在復活节后 去旅游的消费了 而经济又未复原得那么快 达到四成半我已经是满足了 行政长官李家超 也都在社交平台发问 感谢她的妈妈和太太李林丽善 多年来不辞劳苦为家庭奉献 并且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无线电视记者 现在先不道 火局局长何永逸 联同传国人带常委李慧琼等民建联议员 到沙田和邪村一间酒楼 向妈妈派回简花 何永逸又和茶客聊天 民建联妇女事务委员会 建议当局加强幼儿托管服务 为推展传闻与癌西茶 增加辅助资助生育服务等 今天亦都是国际护士节 有家庭一家四口都是护士 希望将无私的精神传承下去 这个护士世家 自愿都是照顾病人 郑国中和姚丽萍在40年之前 在九龙医院登记护士学校读书 相识并且结缘 结了婚之后 生在一仔一女 大过了之后同样成为护士 看到入行以来最难忘的事 姚丽萍说是2003年沙士的生死时刻 突然以来这样的疫情 也有很多同事已经是病倒了 也都是由我的工作伙伴 变成我的病人 也都有同事因为这样 而也都是牺牲了 在新冠抗疫的时候 反而明白前线需要什么的话 更加令到有利于我去发挥我的领导 带领我的同事去抗疫 在职场要领导同事 在家里也要督促子女 儿子郑俊谦在十几年之前到澳洲读书 现在在当地一间公立医院做事 而女儿郑永熙就在大约两年半之前入行 在威尔斯亲王医院成为注册护士 姚丽萍当时为了鼓励女儿 将这个无价之宝送给她 她现在颈的颗楼就是我三十年前 我做护士的时候扣的颗楼 我希望带着的意义就是传承 因为我们护士传承很重要 很开心 但同事都会觉得很大责任感 好像传承了一个使命 因为始终家人在这行做得好 很多人都会认识他们 所以有时都会背负一种压力 就是时刻要提醒自己的样东西 都要做得好一些 勿忘初心 爸爸妈妈也都成为她的盲工足 加快熟悉护士的工作 她可能有时做错事的话 在上班的时候被上司闹了一锅之后 回家都被我闹了一锅 有可能她是享有这个 真是这个 double benefit 今年的国际护士节 适逢是母亲节 身为女女有什么想说呢 希望她们活得开心 做得开心 如果她们觉得有一天想退下来 我也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我和哥哥都大了 有能力去照顾自己 也有能力去支撑到她们 国际护士节制191年起 每年5月12日举办 以表扬所有的护士对医疗体系的贡献 以及鼓励他们规划未来的方向 母线电视机制 一鹏荣熙报导 流感高峰持续 中大呼吸系统科广座教授去树昌华 对比新冠疫情前 流感爆发的模式改变了 月料冬季和夏季流感季节 可能会紧接出现 呼吁高峰检群组 尽快接种疫苗 冬季流感季节 1月初开始到现在已经18个星期 累计405个大人 和4个小朋友感染之后死亡 今次高峰持续的周数破了纪录 中大呼吸系统科广座教授许树昌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楚 说估计流感爆发会持续 以往那些浪是一个大浪 然后就14个礼拜走了 中间都是零星个案 但是今次是一个爆发 它相对是小规模的 譬如它的呼吸度 让本阳性比例都很少过20% 以往新冠之前 是限制到25-30% 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浪 是延续地来的 H3N2 然后H1N1 到第二个礼拜到现在都没停过 新加坡 日本 台湾 那些多人去的旅游地方 近期就变成月盈是一个主流 如果月盈又是迫着H1N1来引起这个爆发 这个延续会更加长的 他说过去三年市民长期戴口罩 没有接触过流感病毒 这波感染就会比较辛苦 死亡风险也都可能较高 而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高也是问题 65岁以上的整体接种率 就是差不多51% 但是其中院友就打得很好 有八成的院友打了 但是社区的老人家 很明显就是很少人打了 每年那些北半球的疫苗 到香港就是9月底 如果你是10月至12月打就最好了 因为你可以覆盖到冬季的高风期 但是现在因为模式转了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都没打的话 都不会太迟的 如果我们看回2023、2024 和2024、2025的流感针的成分 其实变化不是很大 当然一定是保护作用 他强调打针之后 即使感染都可以有效减低 并发症的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全球第一宗接受经基因 改造诸神移植的患者 手术不够两个月之后离世 负责移植手术的 美国马省总医院发表声明 对死者家属置疑慰问 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 患者是因移植而导致死亡 62岁的死者斯莱曼因为肾衰竭 在今年3月中接受全球第一宗 以基因改造的诸神移植到活人的手术 手术成功 医疗团队相信 移植的诸神可以运作最少两年 美国全国目前有超过10万个病人 在移植器官轮后侧上 当中有大部分都是肾病患者 而每年有数以千计的轮后者 因为等不设适当的器官移植而死亡 以军继续向加沙南部拉法市推进 不过据报美国计划 以提供哈马斯的敏感情报 换取以色列停止攻击拉法市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凶杂持续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 造成几十人死亡 其中在南部拉法市 多地被以军战机襲击 至少13人上身 以方星期六再发出撤离令 要求拉法更多地区的居民 撤离去到人道主义区 救援组织无国家医生说 已经开始转移市内一间战地医院 最后22个患者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证实 将会继续在拉法市的行动 诱惑行动已殲灭几十个恐怖分子 并发现他们的地道和大量武器 不过以色列主要盟友美国 仍然致力阻撓以军进攻拉法 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说 美国政府向以色列表明 若同意停止进攻拉法 将会向以方提供哈马斯的敏感情报 包括哈马斯领袖的藏身之处和地道位置等等 也会协助搭建大型帐篷营地 接收由拉法撤离的巴人 以及建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基建设施 报道又说 以色列保证在拉法市里面 大约80万个居民撤离前 地面部队不会攻入拉法 当地现在有大约100万个巴人 大部分是加沙北部战事爆发的时候 撤离去到当地 无线电视机站在梁明山报道 有时一会儿 稍后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举总建立总会 深夜发声明 为主席叶永玉早前在比赛致辞时 作用表述中国香港和中华台北队 为国家自协 为国家自协 有议员说 应该调查总会的管治是否有问题 举重建立总会主席叶永玉 月初是一个比赛开幕礼致辞的时候 将参赛的中国香港和中华台北队 一并表述为国家 特区政府批评 说同事实严重不符 涉嫌违反一国原则 绝对不可以接受 举重建立总会 在星期六深夜发声明 交代事件的经过 说当日比赛 原本是有16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赛 但最终只有13个国家和两个地区出席 叶永玉发言时 发现广告和实际参赛队伍数目不符 也都觉得句子比较长 所以将句子简化 从感没有提到地区引起误会 承认是严重疏忽 还会说广告的原意 完全没有港独的意思 反对一切分裂祖国行为 坚决支持和拥护基本法 以及一个中国原则 全力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就引起误会 向社会和公众市民深切自怯 总会和叶永玉 往后必定会更加小心地处理公开讲话内容 提及中国香港和中华台北的时候 演讲前会覆核广告内容 确保同类事情不再发生 已经向港协企外卫会提交报告 陈述事件 涉事的比赛或政府资助 叶永玉三月是一个举重邀请赛 也曾经将香港表述为比较小的国家 当时还会解释是口误 五个星期之内 发生连续两次的所谓口误的错误的事件 其实已经证明了管理层 我个人认为已经非常不适合 其实很明显他们是没有一国的概念 特区政府是应该要深入地去调查 他们是应不应该继续担任 香港总会的这个角色 以及业主席是作为这个总会的负责人 是否应该要问责呢 他说港协企外卫会可以考虑 暂停举重建立总会的会员资格 调查有没有更加严重的管制问题 但是不要影响到运动员比赛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策希报导 这届巴黎奥运第一次将霹零舞 立入比赛项目 港队的代表虽然无缘入围 不过仍然希望挑战下届全运会 和亚运等大赛争取成绩 三十二岁的曾子华 跳了霹零舞近二十年 很多高难度的动作都难不掉她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艺术的 希望这个是一个契机 既然上了奥运这个世界舞台 就是霹零舞可以告诉别人 其实是一样很专业的运动 为了争取奥运入场圈 曾子华两年前 帮下服装店的工作 投入更多时间练舞 做全职运动员 其实主要是表演和教班去做收入 令自己可以用这些钱 去继续在香港生活 以及拿这些钱去外国比赛 曾子华经选拔赛入选港队 到世界各地参加多项奥运继分赛 其中一场更加是在香港举行 虽然港队选手最终未能够入围 不过曾子华说 在这趟追梦的旅程中 获益略多 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 然后再如何祝福别人 去帮助未来下一代 曾子华最近参加了一个本地匹立舞比赛 公开组的赛制是三对三 考验参赛队伍的技术和默契 经历完奥运继分赛之后 心态就不会松懈了 其实目标也是冠军 目标大一点 但是享受才是最重要的 好 经过连长对战 曾子华和队友夺得公开总冠军 他期望参加未来的大赛 继续突破 未来的目标希望是 明年25年参加到全国运动会 还有26年的亚运 希望自己也还有这个能力 去代表香港争取好成绩 法国在当年前开始 透过各种福利政策 成功鼓励到市民生嬰儿 对生育率比较低的香港 法国有哪些经验 又值得我们参考呢 钟卓熙在法国了解过 法国生育率当年来贯穿欧洲 是否因为这里特别浪漫呢 张女士移居巴黎十五年 年初在当地生了第一胎 宝贝一出生就有大概 8600元港元津贴 满三岁前每个月继续有钱收 又有托儿津贴 生得多保助就越多 妈妈有16个星期产假 爸爸就有4个星期自产假 父母另外还可以 申请一年的育儿价 政府每个月津贴3400元港元 自己需要承担的费用特别的少 我觉得这个算是 一个比较大的福利政策 大部分的企业还是比较友好的 他们不会存在那种生育之后 再回来之后有这个歧视能力 还有这些法式福利 但是张女士说钱不是最重要 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比方说非常好的活动环境 他可以更多地跟大自然亲近 没有那么过分地强调精英教育 是一个如果我们想躺平 就能够选择躺平的国家 母亲节是感谢妈妈无私奉献的日子 不过在法国起源就不一样 20世纪初 即是大概100年前 当时法国生育率大幅下降 为了鼓励大家生嬷 所以设立了母亲节 更加向两位生了9个小朋友的妈妈颁奖 但是全球生育率下降 法国也不能够幸免 2010年有80万个新生嬷 去年的新生嬷降到67万8千 是30年来最低 不过在欧盟国家当中仍然是最突出 生育率也都远高过香港 有学者就说 法国仍然维持相对高的生育率 很大程度靠外来移民 这个部分上是给了外来的移民 它反而加大了本土民族 外来移民的这种生育率的差异 所以它导致现在法国内部的 就是种族之间的冲突 对立 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大 学者又说以补贴鼓励生育 支出很大 但是成效有限 建议透过教育 改变市民的生育观念和价值观 无声电视机 记者钟卓希在法国巴黎报导 澳洲的生活成本上升 不少家庭为了节省开支 对子女学乐器都要作出取舍 当地音乐界希望政府提供资助 以免损害儿童的多元发展 李太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因为租金和食物价格高涨 早前和子女商量后 子女宁愿牺牲学习其他课外活动 都要继续进修乐器 但再令热爱体操的十岁女很失落 其他家庭就未必可以像他们那样 坚持音乐梦想 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由2017至2022年 当地儿童参与创业活动的比率下降 唱歌或者玩乐器的儿童 由23%跌至19% 钢琴教师协会说 当生活成本上升 乐器班的开支 往往成为首要开刀对象 有钢琴教师说要靠兼职维生 文艺本青年乐团也说 今年若有破纪录的90个团员 向乐团申请乐器学费资助 澳洲音乐教育协会认为 政府应该额外资助全国学校 聘请音乐教师 令不同出身和背景的学生 都能够学习音乐来实现全面发展 亦都避免澳洲音乐界后继无人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迅报导 一位内地男人在狮子山行山期间 跌崖死亡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明天开始会到澳门考察调研七天 直将接任新加坡总理的财长黄秦才说 不会允许新加坡被利用支持台独 各位外劣淑仪 一个内地男人在狮子山行山期间 跌崖送院后不治 事发在中午12点3左右 一个37岁内地男人和朋友 一行10个人在狮子山行山期间 男人失足跌崖被困 由朋友报警求助 消防到场将伤者救出 并且由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 送去东区医院 最终证实不治 律政司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 获批临时禁制令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 是讲清楚红线增加了客力 期望网络平台尽快交代 何时将相关的歌曲下架 上诉庭日前批出《愿荣光归香港》 限制发布《愿荣光归香港》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是禁歌 因为首歌已经被武器化 利用作为宣扬港独思想 鼓吹着暴力等违法行为 禁制令有助增强阻吓力 很多人对这首歌 其实就不太了解 有些人就觉得没事 或者觉得都不是犯法 或者觉得人家捉不到我 什么都行 不太明白这件事 是一个违反法律 一个很严肃 违反了国安法 禁制令的目的就是 法庭讲得很清楚 现在用这首歌 来进行这些煽动性行为 一定是非法行为 经常说红线在哪里 现在法庭讲证证给你听了 林定国引述上诉庭判词 说互联网流量带很多人都接触到 破坏力强 有需要禁制令 但多个网络平台去到现在 仍然可以搜寻到怨荣光归香港 林定国说前年开始已经和网络平台接触 要求将这歌下架 当时就有平台质疑没有相关的法庭命令 我们都通知了亦都知会了相关的一个网络的供应商 当然包括大家很关心Google 你说没有法庭命令 现在有的了 真的要做 另外原来不是 不是 现在我做不到 我想我们都很好奇 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呢 没理由说有个政策 需要不跟从一个地区的法律 或者法庭的命令 如果有难处 难处是不是有人逼你 是不让你这样跟公新政策做 我也很想知道 所以我想我都跟香港所有的市民 和我们真的所有中国人都一样 都是热切期待他们给个正式的回应 我们究竟想怎么处理呢 违反禁制令属于藐视法庭 最高可以判七年监禁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卓希报道 举厂建立总会深夜发声明 为主席叶玉 早前在比赛致辞时 创伍表述中国香港和中华台北为国家自协 有议员说要调查总会管事 是不是有问题 举重建立总会主席叶玉 月初是一个比赛开幕礼致辞的时候 将参赛的中国香港和中华台北队 一并表输为国家 特区政府批评 说同事实严重不符 涉嫌违反一国原则 绝对不可以接受 举重建立总会 在星期六深夜发声明 交代事件的经过 说当日比赛 原本是有16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赛 但最终只有13个国家和两个地区出席 叶永玉发言时 发现广告和实际参赛队伍数目不符 也都觉得句子比较长 所以将句子简化 错误感没有提到地区引起误会 承认是严重疏分 还会说广告的原意 完全没有港独的意思 反对一切分裂祖国行为 坚决支持和拥护基本法 以及一个中国原生 全力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就引起误会 向社会和公众市民深切自怯 总会和叶永玉 往后必定会更加小心地处理公开讲话内容 提及中国香港和中华台北的时候 演讲前会覆核广告内容 确保同类事情不再发生 已经向港协企外卫会提交报告 陈述事件 涉事的比赛或政府资助 叶永玉三月是一个举重邀请赛 也都曾经将香港表述为比较小的国家 当时总会解释是口误 五个星期之内 发生连续两次的所谓错误的事件 其实已经证明了管理层 我个人认为已经非常之不适合 其实很明显他们是没有一国的概念 特区政府应该要深入地去调查 他们应不应该继续担任 香港总会的这个角色 以及业主席作为这个总会的负责人 是否应该要问责 他说港协企外卫会可以考虑 暂停举重建立总会的会员资格 调查有没有更加严重的管治问题 但是不要影响到运动员比赛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策希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明天开始到澳门考察调研7天 澳门政府说 夏宝龙将会了解澳门社会和经济的最新发展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感谢中央政府长期对澳门的关心和支持 会妥善安排 确保考察调研成功 夏宝龙去年5月也曾经到澳门 考察大学 博企 落区探长者 参观资助访项目和掌者公寓 又到政总座谈等等 期间高度评价澳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即将接棒成为总理的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 王秦才表示 不会允许新加坡被任何支持台独的事业利用 又强调新加坡既不亲华亦都不亲美 一切以新加坡的利益为首要的考虑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王秦才 日前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 说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已经结束 转向多极世界 而中美领导人早前会晤 有助稳定两国关系 但认为双方仍然存在怀疑和缺乏互信 潜在矛盾不会很快消除 需要谨慎管理两国关系 避免急剧恶化 否则两国和世界都要付出代价 又重新新加坡不是美国的盟友 而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 既不亲华亦都不亲美 一切以新加坡的利益为首要考虑 希望美国谨慎调整对华技术出口限制 如果有关限制进一步收紧 导致技术体系的分裂 对新加坡、美国和世界都有害 对于美国要求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在限期之内卖盘 王秦才说新加坡也有世界各国的社交媒体营运 但不视其为国家安全风险 被问及一旦发生台海冲突 新加坡会不会采取应对俄乌冲突的相同措施 制裁中国 王秦才强调台湾和乌克兰情况不同 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 而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新加坡也都一样 反对台独 不允许新加坡被任何台独利用 但他提醒中国不要就国家利益过度脅逼其他国家 否则可能引起强烈反弹 各位同胞 51岁的王秦才 来近星期三会接替掌权近20年的李显龙 出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 早前有分析说 他需要解决生活成本上升 住屋等的问题 以及如何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义报道 有时一站回来报道 许树昌说 冬季和夏季流感季节可能会紧接出现 呼吁高风险群组尽快打疫苗 全球第一宗活赢接受基因 改造诛讯患者死亡 回到新闻时间 流感高风持续 中大呼吸系统科广座教授许树昌说 对比新冠疫情前 流感的爆发模式改变了 预料冬季和夏季流感季节可能会紧接出现 呼吁高风险群组尽快打针 冬季流感季节一月初开始到现在已经18个星期 累计405个大人和4个小朋友感染之后死亡 今次高风持续的周数破了纪录 中大呼吸系统科广座教授许树昌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楚 说估计流感爆发会持续 以往那些浪是一个大浪 然后就14个礼拜走了 中间都是零星个岸 但今次是一个爆发 它相对是小规模的 譬如它的呼吸度 阳性比例都很少过20% 以往新冠之前是限制到25至30% 但这些小规模的浪是延续地来 H3N2 然后H1N1 到第二个礼拜到现在都没停过 新加坡 日本 台湾这些多人去的旅游地方 近期就变成月形是一个主流 如果月形又是迫着H1N1 来引起这个爆发 这个延续会更加长 他说过去三年市民长期戴口罩 没有接触过流感病毒 这波感染就会比较辛苦 死亡风险也可能较高 而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高也是问题 65岁以上的整体接种率 就是差不多51% 但其中院友打得很好 有八成的院友打了 但社区那些老人家 很明显就是很少人打了 每年那些北半球的疫苗 到香港就是9月底 如果你是10月至12月打就最好了 因为你可以覆盖到冬季的高风期 但现在因为模式转了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都没打的话 都不会太迟的 如果我们看回2023、2024和2024、2025的流感针的成分 其实变化不是很大 当然一定是保护作用 他强调打针之后即使感染都可以有效减低病发症的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问 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房屋局局长何永远就去到沙田 同市民一同庆祝母亲节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问 说在礼宾府和花圆组同事 为他的妈妈和太太李林礼仙准备心意 感谢他们多年来不辞劳苦为家庭奉献 并且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房屋局局长何永远应民建联邀请 连同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琴等等 到沙田和邪村一间酒楼 向现场的妈妈派番茄花 不少财客都把握机会 和何永远等等影响留恋 何永远也都鼓励年轻新婚女性生育 其实做了妈妈都可以再做 再添都可以的 我们的居屋有个政策 就是如果在2023年10月25日之后 生了BB的居屋可以入我们的优先里面 可以优先选楼排在公屋的朋友 如果是有小BB是去年10月25日之后出生的 其实排工的时间都可以快一年 民建联妇女事务委员会也就妇女政策提出建议 例如释放中产妇女劳动力 同时应该尽快落实增加托儿中心额等等 亦都建议政府制定香港女性发展蓝图 全面审视苦力政策 无线电视机者仍然掀必导 深圳楼区区政府公布 未来将会进一步推进深港合作 考虑将香港东铁线引入楼湖境内 并且在楼湖口岸实行一地两检 只有一何之隔的深圳楼湖和香港 两地民众相诚生活变得越来越平常 楼湖区政府早前推出总面积126公顷的 四个集中连片区域开发计划 包括鄰近楼湖口岸的B1地块 当地政府计划将这一幅用地打造成战略新兴产业 以及现代服务业的跨境合作示范园区 至于楼湖口岸也都正是规划重建 楼湖区相关部门希望与港府合作 将东铁线引入楼湖境内 实现两地一小时无缝陷接 新建一个一地两检的楼湖口岸 然后实现这个港东铁从深圳的核心区楼湖 直达港道的核心区只要50分钟的一个车程 然后让两地的这个核心区域之间的这个产业发展 能实现一个深度的交融 楼湖区也都会在其他三个区域 推动深港产业联动发展 在联堂口岸片区联动香港 布局供应链和跨境电商等贸易平台 对接香港沙林科仓用地 协同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 罗湖区政府又说当地产业结构和香港高度相似 在金融、商贸等方面具有深度合作 融合发展的优势 无线电视记者 陈雪仪报道 南韩情报机构指正调查北韩向俄罗斯工营武器用于俄波战士 对于南韩近日有报道指 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时使用的武器 包括北韩在1970年代生产的122毫米多管火箭炮 国家情报院说正分析相关的细节 并追踪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南韩防长申元实早前估计 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大量122毫米和152毫米口径炮弹 情报院亦都正密切监测 北韩有国外进口导弹铃部件 认为北韩有可能由俄罗斯获取尖端军事科技援助 不分析相信北韩借俄乌战士消耗老旧武器 并且规逼制裁 加快改良和开发新式的武器 以军继续向加沙南部拉法市推进 不过据报美国计划 以提供哈马斯的敏感情报 换取以色列停止攻击拉法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凶杂持续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 造成几十人死亡 其中在南部拉法市 多地被移军战机袭击 至少十三人上升 以方星期六再发出撤离令 要求拉法更多地区的居民 撤离去到人道主义区 救援组织无国家医生说 已经开始转移市内一间战地医院 最后22个患者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证实 将会继续在拉法市的行动 又或行动已经殲灭几十个恐怖分子 并发现他们的地道和大量武器 不过以色列主要盟友美国 仍然致力阻撓以军进攻拉法 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说 美国政府向以色列表明 若同意停止进攻拉法 将会向以方提供哈马斯的敏感情报 包括哈马斯领袖的藏身之处 和地道位置等等 也会协助搭建大型帐篷营地 接收由拉法撤离的巴人 以及建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基建设施 报道又说 以色列保证在拉法市里面 大约80万个居民撤离前 地面部队不会攻入拉法 当地现在有大约100万个巴人 大部分是加沙北部战事爆发的时候 撤离去到当地 无线电视机者梁梅山报道 全球第一宗接受经基因 改造猪神移植的患者斯莱曼 手术之后不够两个月离世 他的家属说 斯莱曼接受这个手术之后 延长了生命 为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带来希望 62岁的斯莱曼本身患有末期腎病 高血压和糖尿病 2018年曾经接受肾脏移植手术 但去年肾脏开始衰竭需要洗肾 直到今年3月中 他接受全球第一宗 用基因改造猪神移植到活人的手术 最后手术成功 医疗团队当时说 相信移植的猪神可以运作最少两年 不过负责移植手术的 美国麻省总医院 星期六宣布斯莱曼去世 说并没有迹象显示 斯莱曼是因为移植而导致死亡 并对死者家属致以慰问 斯莱曼的家属就感谢院方 令他们能够和斯莱曼相处多七个星期 认为斯莱曼接受这项二种移植手术 为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带来希望 美国全国目前有超过十万个病人 在移植器官轮后测上 当中大部分是肾病患者 而每年有数以千计轮后的人 因为未等到适当器官移植死亡 用动物器官代替人类器官的二种移植 被视为解决移植器官短缺问题的 其中一个方法 不过由于人体免疫系统 会对二种器官作出攻击 这些排斥反应 令到这类手术长期以来难以成功 美国2022和2023年 先后两次进行基因改造 株心移植人体的手术 但两个患者分别在大约两个月 和过半月之后去世 无线的自己者 梁明山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